泰国曼谷中心佛堂 图一 四求分愿 清迈分愿 公元2006年岁自禀述10月12日 新加坡新一圣堂清上坛主人才在教育班 公元2006年岁自禀述 虚十月17日马来西亚芙蓉中道院实行忏悔班 公元2006年岁自禀述10月19日 马来西亚芙蓉中道院人才教育起会班 中华民国92年岁自鬼位 6月20日二天法会 一和圣堂四十岁以下心道清迁佛教育班 中华民国92年岁自鬼位 6月28日一和圣堂千佛教育台语班 中华民国92年岁自鬼位 6月27日一和圣堂千佛教育台语班 中华民国92年岁自鬼位 9月23日一和圣堂清上坛主人才先佛教育国语班 中华民国92年岁自鬼位 10月初一日一和圣堂千道清迁佛国语班 中华民国93年岁自愿日一和圣堂千佛教育班 公元2004年11月3日泰国中道院明德起会班 中华民国96年岁自丁亥3月20日 新一一和圣堂仲厚学与故城前仁春来节元旭 印度吉井 国外道入回上野 将道传遍万国九州 州是师尊师女及各位老前人的心愿 亦是我们每一位一贯子弟应付的责任与义务 过去如果没有老前人辛苦到台湾开荒 传道今天我们就没有机会求得宝贵的大道 同样的我们意应遵循老前人的精神传至世界各国 让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求到达到世界大同 95年初至印度开荒 临时设立的临时佛堂 96年印度正式成立佛堂 印度道清求道完听三宝开示 前前一同在成功大学宿舍与印度道清用餐 印度道清听曲周前仁开示道义 东京